大陆和缅甸边际的梦连口岸 深夜时间仍有大批人往大陆境内移动 一个个低着头 左右还有大陆特警介护 他们都是诈骗集团 人数多到要叫几十辆巴士才在得完 近日密集开展抓捕行动 一大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 缅北电信诈骗猖獗 不少成员是大陆人 却在境外骗自己的同胞 路缅合作打击诈骗 抓了2349名陆籍嫌犯 缅甸和其他国籍则有300多人 全部移交到大陆 各地公安机关将人押回 进行后续侦办工作 这次扫荡的据点 包括缅甸自治区瓦邦 还有号称最凶残的诈骗园区国赶老街 缅甸军方最近清查被贩卖的人口 诈骗集团提前转移 疑似有4万多人被藏到山上 跑不了的就被警方抓回大陆 今年3月失联的静怡女大生 就是在这边从事诈骗工作 传出也在这次被逮的名单中 女大生之前一度拒绝救援 坚持要和做诈骗的男友一起离开 如今反悔已经来不及 若真的被带到大陆 得在当地接受审判 服刑期满才能回国 刑期依据诈骗金额而定 若超过50万人民币 恐怕关到老死 堪迹诈骗嫌犯被移交到大陆之后 想回台受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刑事局两个将通知他们的家属 嫌犯在当地遭到拘留 而海基会则是会提供法律上的协助 像是帮忙嫌犯在当地找律师 女大生失联超过半年被抓到大陆 还是继续留在缅甸 人没回来家属都无法安心 TVBS用小明镜的检约期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